我们来看第18题 12ab结尾证实数 则2a加b乘上a分之4加b分之2的最小值为何? TMS要来求这两个括号相乘级的最小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利用科西不等式的模式来计算 首先我们把2a加b写成科西不等式的模式 所以2a就等于根号2a整个数的平方 再加上b,b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根号b整个数的平方 再乘上后面这一项4a分之4 那么一样我们把它写成根号a分之2 这整个数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b分之2 那b分之2我们就把它写成根号b分之根号2 这整个数的平方 所以根据科西不等式 这两个括号相乘级 那么就会大于等于 这里有一个数再加上这里有一个数 那么这两个数相加整个的平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数 它怎么去计算 这个数的计算方法 那么就是这个根号2a 再乘上根号a分之2 我们计算在旁边给同学看 所以就是根号2a 那么再乘上根号a分之2 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这里有根号a 可以跟这个根号a把它消去 那么因此就是2乘上根号2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2根号2 那么2根号2就是第一个数字 所以这里我们填上2根号2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计算后面这个数据 那后面这个数据就是根号b 然后去乘上根号b分之根号2 我们来写一次 所以就是根号b 那么再乘上根号b分之根号2 所以这里有根号2跟根号2 我们可以把它约分化减 那么因此就得到根号2这个数字 所以后面这个数字 那么就是根号2 那么因此我们就写完整个科系不等式 它的标准模式 接着我们再把它还原 那么第一次还原之后就得到是2a加3b 这一次就是乘上原来 题目给我们的a分之4 再加上来b分之2 就会大于等于2根号2加根号2 这里得到是3根号2的整个平方 那么3根号2的平方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值是18 两个相乘积大也等于18 可见18就是最小值 所以题目要来求这两个瓜层积的最小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最小值是18 选项b呢18 那么因此选项b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总结果可以两回事 然后让我们的大产 healthcare 感谢观看